前段时间上班摸鱼看视频 上到一件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带货一哥星巴与某酒店员工发生激烈争执 其原因竟然是维护自己的粉丝 我带着满满的好奇心 完整地看完了整段视频 并且熟练地点开评论区 还是网上大声多 一个个观点明确思路清晰 但是我对这件事有几个不同的看法 因为星巴是号称农民的儿子 从开始带货到现在 他始终以这样的个性签名走到现在 农民为什么要和酒店员工起争执 于是我又看了一遍视频 我发现农民的儿子现在真的不简单 现在一起跟随小野传说 揭开带货一个星巴酒店争吵事件 农民的儿子背后的故事 当时星巴要在上海浦东某个酒店举办演唱会 对 你们没听错 带货一哥农民的儿子来上海市开演唱会来了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办演唱会自然人很多 于是喜欢星巴的粉丝 乌羊乌羊全堵在酒店门口 将整个车团团围住 这也导致酒店门口和交通的拥堵 这时候酒店员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奈何人太多 正常说话完全听不见 于是只能提高嗓门 可就是这样的声音 听吧听到了 这耳朵这么灵 刚才就愣是没听着吗 酒店员工这样喊话 气就不打一出来 上来就和人家嚷嚷道 那声音比酒店员工的声音还大 你说有着嗓门劝劝粉丝多好 非要说酒店员工不尊重自己的粉丝 这就让我看不懂了 保证酒店安全和秩序是证明员工的职责 星巴不管理好粉丝 给别人添麻烦还起争执 这不是表明了欺负老实人吗 大家仔细看视频不难发现 当时的星巴是在马路上和粉丝就开始聊起来了 后面还有车疯狂的按喇叭 进酒店想怎么聊都行 这帮脑残粉真是让人操碎了心 紧接着视频就出现星巴大怒画面 星巴还扬言要给每一个粉丝都注册成会员 带货一哥就是强 我怎么就碰不上这样的好事呢 随后酒店负责人也为此事道歉 最后双方也是和解了事 既然已经和解了 个子安好就好 可偏偏星巴却说这位酒店员工不尊重人权 咱们就要好好论一论了 员工只是职责所在 并没有做过分的事情 星巴甚至还在演唱会结束后说 如果还有这样的事发生 自己仍然会这么做 说讨厌不公平和被歧视 星巴难道忘记自己的出身了吗 还是自卑 因为强烈的自尊心导致的 星巴本名叫心有志 就是去年8月份一场婚礼重心云集 最后婚礼现场带货1.3亿的小伙 今天星巴还以4个多亿的价格收购股权 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好家伙 买完就涨停 你说他是成功的商人吧 他却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可他却经常口不择言 经常和供货商之间发生摩擦 说到是带货一哥吧 他带货的产品还被质疑产品退货率高的情况 说他是快手一哥吧 他还时不时的和平台闹点小别扭 这不明白这就是个二道贩子吗 其实他确实家庭条件不好 黑龙江通合线人 年纪轻轻就勤工俭学 也曾开过一家水果超市 可因为种种原因关门了 星巴也欠下了60多万的债务 可能是觉得自己学会赚钱了 于是他开始在国外做起海淘生意 可是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星巴就被举报非法雇佣留学生 不但仓库被日本警方查封 并且还被拘留了两个月 男子汉岂能因为此等小事止步不前 过雾江二十年后 仍可以东山再起 于是星巴依然决然的回国 开始自掏腰包 疯狂补贴之路 但这不过是星巴自说自话 简单举个例子 就拿和张雨琪一起直播 说好的价格是4,299元 后来临时改为3,899元 并且承诺自己会补贴差价700万 结果却说张雨琪一分钱都没有出 并且还要自己承担1,200万的补贴 很明显 这就是补贴的钱数没有说清 可是星巴这样的言论一出 粉丝们全都揭杆而起 瞬间挤满张雨琪的微博 疯狂的指责他不地道 并且大肆赞扬星巴为大家利益着想 简直就是直播带货界的白莲花 但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表面上说是补贴大家1200万 其实星巴和张雨琪商量 真实补贴数字只有600万 而且这钱中只有在星巴的直播间下的单 才由他本人补贴 在张雨琪直播间下单的 是由平台补贴的 张雨琪本人也在随后发文称眼光不好 似乎在讽刺自己遇人不输 后来还是平台出面澄清 和星巴共同补贴了600万 不仅如此还和华为荣耀 因为直播现场临时要求厂家赠送耳机产生分歧 导致直播时号召粉丝退货 那时候已经有超过3万人购买手机 很多人都响应号召纷纷退货 初步算了一下 手机耳机星巴补贴300元 那么总共就要补贴4000万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正巧华为荣耀不愿意赠送耳机 于是星巴就挂出链接 说如果不退货 自己就不补贴300块钱 这是绝活啊 老双标了吧 正常主播贷货是要和厂商谈好价格的 因为受众人数多 所以厂商会给出优惠价格 可是直播现场临时改价 人家肯定不愿意啊 咱们再看看星巴说的话 说自己愿意亏4000万 交华为荣耀这个朋友 但是现在这样不交了 以后也不会和荣耀再合作了 这就是他的态度 对着金主爸爸都敢说这样的话 人家可是众花家的手机品牌象征 结果就是星巴在9月1日 向华为道歉 说自己言语过激 并且还会和荣耀继续合作 还会继续执行直播间的承诺补偿 这不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结果失败了被网友一顿臭骂 更别说星巴号称 直播带货界的碰瓷一哥了 看看张雨琪 华为和郑爽 这些名声不都是他碰瓷碰出来的吗 这就是在媒体面前展现的真性情吗 这就是农民的儿子 向大家展现的品行 难怪会被大众扒上微博热搜 话题就是 封杀负能量主播 心有志 当时的阅读量已经接近5000万 可仍然有人为星巴洗白 说他为大家谋福利 难免会触及到别人的奶酪 既然这样 咱们来看看他带货的产品退货率的问题 去年就有相关媒体 做过星巴销售过的产品分析 上到1800 下到几十块 什么产品都有 可全都是没有市场辨识度的品牌 并且还有权威人士指出 有些产品根本没有授权认证 就被拿出来售卖 真要说这些东西不是大牌还洗地 咱们来看看他带的大牌 就今年星巴有次带货销量接近4个亿 全场客单价最高的坚果头影仪 单场销量为3884单 但24小时后退货率达35% 小乔跑步机 退货率更是达到惊人的38% 十个人买四个都退货 这是啥情况 如果你是厂商 他这样做你会买账吗 其实真正了解星巴不难发现 他是整个直播带货界的缩影 他表面上备受争议 可在表象之下确实已经出圈 并且逐渐扩大影响力转型的网红 面对这样的转型网红 和酒店员工争执之后 酒店甚至险些开除那名员工 虽然最后事情反转 闹得沸沸扬扬的保安道歉自诉 并不是酒店员工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别有想法的人黑心吧 咱们没证据 暂且不表 可却是看到星巴言语过激 和造成交通拥堵的事实 作为公众人物不是应该先正面自己的问题吗 为什么要在直播中上来就说酒店的问题呢 如果他真的丢了工作 我认为这是他酒店 应该有态度 这其中有什么原因 列为自有分说 随即酒店也表态 整件事处理并无不妥 可他们仍然要做出不公平的道歉 这难道就是星巴嘴上想要的公平吗 这种公平就是建立在莫虚偶的条件上吗 星巴有那么多粉丝声援 可他也是从不起眼的小地方走出来的 难道他会想不到这个酒店员工也是个普通人 这时候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和小爷讲道理 说星巴曾为武汉捐款1.5亿 孩子们 好好看看他是以什么名义捐的 那可是广州和祥公司捐的钱 人家可是个上市公司 挣的是广大股民的钱 另外还有粉丝们贡献的钱 虽然星巴自己确实也捐钱了 可那是捐钱的广告效应 产出远远大于投入啊 就像平台总说的正能量口号一样 其实我们国家的发展强大 需要更多科学家 医生 教师 而不是网红和直播带货一哥 作为勉强算得上的公众人物 最起码应该有普通人的功德星巴 本身他们二人的身份就是不对等的 如果明星公然叫骂普通人 他所言承担的舆论压力是巨大的 刘文华和周杰伦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都有过和执行员工争吵的时候 可最后他们却正面自己的错误 发声明对当事人道歉 而星巴的种种做法着实让人心寒 可即使是这样 仍然有许多人评论说 当时发怒的视频就是媒体断章取义 来 我今天不让你满脸桃花开 你就不知道华尔为什么这样红 说是保护粉丝 不如说是在取悦粉丝 通过极端的表现方式 来为自己营造话题 和正面人设的炒作 其实星巴从根本上向大家证明 一个不道德没有功德心的人 是如何说话办事的 将心比心 善罗大言 我是爱生活 爱跑跟问题 追求真相的娱乐圈民侦探小野 就此别过 咱们江湖再见